Ladies and the乡亲们 各种古的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各位好度游度 最近一直带各种游学团连着在出差 所以节目好久没更新了 今天就有机会再跟大家聊十块钱了 最近也是看了一个新闻报道 说是俄罗斯跟越南联合在中国的南海开采石油 然后中国的外交部都做出了反应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网络上一片平静 爱国愤青们没有任何的表示 如果这事要换了是什么欧美国家 那要得费反迎天 你仔细一想也是 你说什么韩国 越南 菲律宾 驱逐中国渔船 网上叫喊打喊杀 俄罗斯直接击沉了中国渔船 30毫米的那个自动炮 打了好几百发炮弹直接把这个渔船击沉 他就是想着要打沉这艘船 所以他不是说开两炮警告 上百发炮弹把这个船击沉 然后莫斯科大规模的驱逐划伤 去年疫情的时候在俄罗斯的这个中国人出门扔个垃圾就被抓走 就说你是违反隔离的政策就给你抓走 网上都一片平静 谁都没有这个反抗 你再往前倒 我们的这个历史教材 说这个当年二战胜利之后 美军进入中国 在中国无恶不作 各种无恶不作 就引发了1947年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但是呢 这个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起因是 这个美军强奸了这个北平的一位女学生叫沈崇 那还有第二个事儿吗 反正我知道的一个是强奸了沈崇 一个是50年代在台湾打死了一个空军上市叫刘自然 别的好像这种事就很少了 就能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烧杀抢奸 无恶不作 一个中共的松江军区司令员叫卢东升 他要是活到1949年以后 这兽衔起码得也是中将上将 他是跟陈庚什么 这都是过去一块混的 后来呢 到苏联陆军大学毕业 1941年的时候毕业 苏德战争爆发 回不了国到远东 苏联红军第88旅 就是原来那些抗联干部 组成的这支部队里边 担任军官 挂苏军中校军衔 1945年的11月16号 在哈尔滨街头 苏联红军将士 抢劫中国的军人 卢东升上前制止 结果这个苏联士兵 一看那个卢东升穿着苏军中校制服 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就知道自己惹了祸了 卢东升这一转身 一缩子 就把卢东升打死了 贺龙是痛哭流涕 卢东升一死痛哭流涕 这人都被这个苏联红军士兵给打死了 也没见中国人上街抗议 就看来自古以来啊 就是中国人的愤怒 是只对着欧美和日本的 对俄罗斯就是俄爹虐我千百遍 我待俄爹如初的 俄罗斯是怎么个侵略扩张 我记得我以前就讲过 这头贪婪的北极熊抱着我们咔嚓一口 就把中华这张秋海棠叶 咬成了一个拔毛小筋 然后还特别美 熊鸡 丢了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外东北一百万 然后外蒙古一百五十万 西北五十多万 丢了三百万平方公里 还熊鸡 这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都是俄罗斯占的 别人占的地儿都还回来了 日本占了台湾 英国占了香港 葡萄牙占了澳门 都还回来了 俄罗斯占的这三百多万就回不来了 上面的中国人也都被杀光了 海神外三十万华人 斯坦林当政都是全部屠杀了 就没有了 也没有人有任何反响 相反 这个什么海神外建成多少周年 咱还派舰队去访问 就莫名其妙 真的是这样 而这俄罗斯这个国家 说句实在话 就他奉行的外交政策 就概括起来 就是八个字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 怎么损人利己 他怎么来 历代这个俄国的君主 从沙皇到总书记们 都是野心勃勃对外扩张 疯狂对外扩张 而且吃相极其难看 只要土地不要人 把人都干光 都俄罗斯化 疯狂的这个亲自扩张 所以你看他跟人们 在今天在世界上没朋友 对吧 为什么他一解体 所有人都特别高兴 除了极个别的 吐死湖碑 误伤其类的 都特别高兴 可能北朝鲜不高兴 古巴不高兴 因为没有人 没有俄爹给书写了 越南也不太高兴 但是现在越南也无所谓 让人自己革新开放 走出一条新路 别的国家 尤其他周边的国家 全都兴高采烈 波兰加入北约 都是波兰外长 说的那句话 今天我们终于回家了 融入到欧洲大家庭 以后俄罗斯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对吧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这个国家这个人缘 咋就能混得这么刺 他奉行的外交政策 就是这么一个政策 想当年 西班牙内战 弗朗哥将军的国民军 跟共和政府打仗 苏联支持共和政府 德国和意大利支持 弗朗哥的国民军 当时共和政府 掌握着国库 给苏联运去了 300吨黄金 买武器 结果呢 苏联一看呢 这个共和政府要不灵了 弗朗哥军队节节胜利 德意志的秃鹰军团 不是闹着玩的 节节胜利 黄金收下了 武器不卖给西班牙人 不卖给西班牙共和政府 做事共和政府的灭亡 而且呢 这个苏联还不承认 说没收到这笔黄金 哪呢 你发微信转账 我没收到 你转给别人了 然后斯大林洋洋得意的说 西班牙人再也看不到 他们的黄金了 就像一个人看不到 自己的耳朵一样 他都给弄走了 这些话都在战争史研究 这个杂志上你可以去看 然后他这个 1939年 跟希特勒签订了 臭名昭著的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的秘密协议书 然后他吞并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发动苏芬战争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也知道这份秘密协定 臭名昭著 所以当斯大林的忠实走狗 苏联外长莫勒托夫 签这个协定的时候 他自己的名字 他没用西里尔字母 没用俄文字母 而用的是拉丁字母 就好比咱们现在人签名 你不写这个汉字 你写汉语拼音 当然你说这不是我写的 我们中国人都得写汉字 我叫丁一二 我不可能得英丁 Ding 我不可能写这个 所以就是莫勒托夫本人 他都知道这个事儿 骂名千载 臭名昭著 所以怎么办呢 我签名 我不用西里尔字母 我没写俄语 我写的是这个拉丁字母 这样的话 我将来好抵赖 好否认 但你甭管怎么抵赖 怎么否认 德国一战败 这个秘密协议书就公布了 莫勒托夫跟李宾特洛伯 俩人都签的 而且你确实也是按照这个 一步一步干的 占领这个波罗的海三国 所以波罗的海的人民奋起抗暴 那抵抗那个苏联军队的行动 一直持续到1959年 那森林之子 在那森林里坚持抵抗苏军 到1959年才灭亡 所以现在有好多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之后 为什么对这个苏联红军的态度那么恶劣 拆他的纪念碑 认为他跟纳粹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没有区别 他就是40年非法吞并的这三个国家 你可以看一个爱沙尼亚电影 叫1944 我隆重推荐这个电影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爱沙尼亚人民怎么在苏联的统治之下 悲惨的生活 在苏德两大强国的压力之下 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有多不容易 你至于他跟波兰的关系 他就不用说了 波兰历史上几次亡国都跟他有关 四次 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 然后一战之后 波兰好不容易复国 1939年9月16号 铁木星哥和瓦图丁率领60万苏联红军 在背后插了波兰一刀子 波兰正在激烈的抵抗德国 最吃劲的时候 苏联红军从西边 按照苏德互不禁调约 两国瓜分了波兰 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多拿了3000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 只不过因为首都华沙在德战区 所以就说是这个亡于德国 因此你看朱维正先生写过一本书 叫采访二战德国老兵 就是我认识的二战德国兵 德国兵就说 你们觉得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 说是希特勒闪击波兰 是希特勒打波兰 打波兰是我们一家干的吗 不是我们一家干的 你苏联也干了 所以你也是挑起二战的元凶手恶 你也是这个 只不过就因为你赢了 最后英美这些国家 其实说白了 帝国主义狗咬狗之间的战争 两个法西斯列强互相残杀的 民主国家能喘口气 所以才保住你的所谓的反法西斯领袖的地位 你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苏联红军在攻克了德国之后 干的那些丑事 那都是网上都是比比结事 车财斗粮你自个看见 光强奸德国妇女就强奸了200万 包括这个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都被强奸 十几岁到七十岁全部放过 这就是一帮嗜血的野兽 是吧 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头子 纪米特洛夫 他当时也是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向斯大林提出抗议 说你们红军进入保加利亚 你们不能烧杀抢奸 一路走一路强奸 然后弄这么多这个私生子 二战的时候军纪最坏的军队 就是苏军和日军 德军都没有大规模强奸 因为他觉得这略等民族他不干 而且德军犯坏的都是党卫军 国防军也是很文明的 结果说你们不能一路干这事 保加利亚现在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你不能这么拿我们当战败国看待 斯大林冷冷的回答 红军走了上千公里 解放了你的国土 拿点东西跟你找几个女人乐一下 你也直当的跟我说 就一下子把这个纪米特洛夫就给憋回去了 这是他最忠实的走狗盟友 铁杆的盟友 结果他这么干嘛 就啪一句就给你本回去 你更不说他在中国的东北 烧杀隐掠无恶不作 抢走的物资值8亿美元 连日本军官别墅里的钢琴都弄走了 机器设备铁轨全都拆走 对德国也是博物馆里的名画什么 全都弄走 就是一副难看的痴相 咱们中国有一个永远的痛 这个地方叫海神崴 俄文的名字叫统治东方 或者叫征服东方 从当年起名到现在一直不改 人家这个俄文名字叫弗拉迪沃斯托克 征服东方 直接赤裸裸的就叼叼打中国人的脸 这是中国人永远的痛 其实德意志民族也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德意志的海神崴 德语的名字叫戈尼斯堡 霍亨左伦王朝发祥之力 就是东普鲁士的首府戈尼斯堡 第一个普鲁士国王威廉 就是在戈尼斯堡加冕登基的 所以那是霍亨左伦王朝龙兴之力 是这个在波罗的海边上 一个很好的出海口 俄国人一门心思想进入温暖的海洋 他只临着北平洋 这玩意太冷 所以怎么办呢 我相当百计 我要进入温暖的海洋 寻找不动港 所以波罗的海黑海 是他重要的扩张方向 那么他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千方百计想据为己有 无奈实力不计 一战被打成那个怂样 实力不计 终于二战之后 找到了机会 而且在戈尼斯堡 德国的库尔兰集团军 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几乎整个戈尼斯堡 就是一块堡垒 顽强抵抗的一个堡垒城市 一直到这个希特勒宣布自杀 德国宣布投降 库尔兰集团军群才放下武器 因此 在这个亚尔塔波斯坦会议上 斯大林就提出来 说我要战这个哥尼斯堡 是吧 本来呢 他跟希特勒就瓜分了波兰 希特勒战败之后 这个波兰就应该复国 波兰的国土被苏联占了一半 那凭什么我也是战胜国 你凭什么占我一半国土 所以苏联说没问题啊 我占你一半 你占德国不就完了吗 所以苏波德三国边界向左转 骑不走 等于今天当年波兰的一半领土被苏联占领的 然后波兰占了德国的一部分领土 就包括东普鲁士 但是哥尼斯堡这个地方被俄罗斯完全吞并了 1952年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俄罗斯就是土心积虑的占了这儿 然后把哥尼斯堡那个城堡也拆了 几百年历史的城堡拆了 盖了一个火柴盒形的丑陋的党中央大厦 加里宁格勒周围大楼盖了那么个玩意儿 但是吃相依然难看 哥尼斯堡陷落得有十多万德意志人 主要是老弱妇孺 那青壮年都上前线了 这个能理解 到了1950年代 1952年左右 就这个地方由这个哥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的时候 就剩了两万 剩下的人被屠杀 被饿死 然后被迫害致死 剩两万 这两万人全部轰走 不要全部轰走 甚至有的人送往西伯利亚的古拉格老改 被折磨致死 至此 哥尼斯堡再也掌握到一个德意志人了 甚至德意志所有的痕迹被抹得干干净净 俄语代替了德语成了这个地方的主要的语言 就跟中国的海神瓦一样 看不到有华人曾经生活过的迹象 给你抹得干干净净 你痕迹都不存在了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帮人有多么的野蛮 这已经是到了1950年代 二战结束之后 您还扩张领土 英国什么这些国家殖民地都独立了 您还扩张领土 把那领土直接搂怀里来 您还干这事 这个简直就觉得不可思议 他在1980年代他还扩张领土呢 把阿富汗的瓦罕走廊给占了 瓦罕走廊是阿富汗唯一连接中国的走廊 苏联直接给占了 这样一来阿富汗跟中国就不接览了 他就为了这么干 所以你想他都80年代了 您还扩张领土 你不灭亡有天理吗 你倒霉是不是应该人人都高兴 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个德行 我以前讲过一个道理 就是陆权国家跟海权国家 它的扩张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你像什么英国呀美国呀 这些国家都属于海权国家 是基于海洋文明建立起来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最大的诉求 全球贸易 全球一体化 贸易要畅通 我要那么多领土没有用 所以我领土就这么大 顶多是海外我建立殖民地 你给我提供原料 提供商品市场 提供的劳动力 但是你提供原料 提供商品市场 提供劳动力的时候 我也把先进的技术带给你 因为你得生产出这东西 我得往全世界卖 我得让你有钱 你有了钱 你才能买我东西 你都一穷二白 原生社会一样 跟动物园的猴山没区别 我生产这东西往哪卖 所以他这个海权国家 他重要的就是海上得畅通 路权国家一门心思 要求的就是领土 所以你看 俄罗斯是最典型的 包括这个一战二战时候的德国 也是最典型的 甚至包括日本 你别看日本是个海洋国家 但他完完全全是满脑子的路权思维 进攻中国 要占领中国大陆 然后什么东北扶植维曼洲国 他就是彻底的这么一种思维 所以就是侵略扩张 也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英美的模式 一种是俄德日的模式 而俄德日的模式 带来的止质破坏和灾难 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 所以这个中国前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 说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 给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 就是日本和俄罗斯 日本咱年年不忘 屡屡提起 俄罗斯是忘了一干二净 不但忘了还得各种舔 还得给他涂胭脂抹粉 各种粉饰 这个以胡编干的是最为得心应手 所以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 我记得以前看凤凰卫视 香港著名的军事评论员 马鼎盛先生有一句名言 说你跟俄罗斯 现在你也可以握手 握完手 你把手缩回来的时候 你看看手指头 是不是让他掰下去一根 所以就对俄罗斯 一定要谨慎又谨慎 长抱戒备之心 今天咱就聊到这 以后想到更好的话题 咱再接着聊 非常感谢大家 关注YouTube袁腾飞频道 谢谢大家